管線未來要怎麼管理 會不會像外界講說管線都沒有人管理 那我們到高雄地區就大家都住在這個炸彈的上面 那所有的高雄市民都非常的擔心 所以昨天晚上我特別跟幾個單位要一些資料 因為如果按照第39條的規定 那麼這些有管線的公司 他就是必須每一年都必須要對高雄市政府的公務局 提出他們所有管線的維修跟管理的一個計畫 給高雄市政府的公務局 那如果他們沒有提出來 那麼就他們就必須要被罰款 所以從以前一直到現在 就是101年到現在 這個規定都非常的清楚 那昨天我特別跟高雄他們要的這份資料 這是102年大林場送給高雄市政府的這個整個的維修管理計畫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基礎上 理論上應該是要有關應該是有管理的 那到底這個管理出了什麼差錯 我們認為中央跟地方之間必須要很清楚的 在跟我們高雄市民做交代 我想不管有管線或者不管有香函 那這幾個單位他們都必須要統一事前 因為不管是香函是下水道的 或者是水利級的 或者是公務局的 那公務局本身就有管線科 所以所有的單位不管你台電什麼什麼要挖掘道路 第一個申報的單位就是高雄市政府的公務局 所以公務局必須要清楚的知道說 那地下這個香函到底旁邊放了什麼東西 所以這個責任本來公務局就必須要清楚的告訴我們所有的人民 有一個表格就是說這個這個是不是 這個是條文 因為我昨天找到按照條文的話 第39條他們就是每天要 你在哪裡 在這裡 每一年他們都必須要做報 這是101年領送102年的建築 對對對對對 每一年都要送 你不能不送的 應該每個場 理論上每個場應該都有 理論上應該都有 沒有的話你公務局有罰准 你也可以要求廠商要送 這是一定要送的 從101年這個條文是101年的條文 所以是101年才有 這個是101年的道路挖掘管理的自治條例 這個法條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101年修正出來的 所以在那之前的香函可能 那之前的 你不能講之前的沒有他們就不能做 因為你高雄市本來就有工商管理 他因為你修這個條文的時候 目的就是要管理 101年12月 他的目的就是要管理所有的這些工廠 到底他們有什麼管線在高雄 那我們所有的工廠都有工廠登記 這個建設局必須要做的 金花局也必須要做的 所以你如果看到說你這個工廠 沒有去做這些登記的話 那你本來就必須要去跟他開華單 這個條文寫得很清楚 第40條就講了華澤在這裡 他這邊華澤很清楚 所以你高雄市政府必須要跟他問他說 為什麼你沒有爆出來 是從101年他們就必須要做的 好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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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